我们今天来到了高雄祈山的和天大道院 因为现在的天使应运是弥勒佛在长这个天盘 所以他要促进这个人间能够成为一个净土 所以他必须要站在地球上面 他是全世界唯一155尺一的弥勒大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高雄好庙 我是志源 我们今天来到了高雄祈山的和天大道院 要介绍和天大道院这些庙宇的特色 当然不是只有志源在这里讲 我们要邀请到了我们和天大道院的明慧师傅 来帮我们做介绍 掌声欢迎明慧师傅 师傅您好 您好 各位大家好 师傅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走到和天大道院 就会看到弥勒佛站在地球上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因为现在的天使应运是弥勒佛在长这个天盘 所以他要促进这个人间能够成为一个净土 所以他必须要站在地球上面 他是全世界唯一一百五十五尺一的弥勒大佛 也是有申请专利的 一百五十五尺一寸 一百五十五尺一寸 对 哇非常的高 我们可能都还不知道两尺 要想象七十几个志源站在那里 有点壮观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和天大道院呢 除了刚开始进来就看到了我们的弥勒佛站在地球上 我们的建筑也非常的有特色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建筑看起来其实有点像紫禁城的太和店 它是以太和店那种结构体来建设的 比较特色就是说它的空气跟它的水质 当初师父来开山的时候 我们的水是从底下抽上来用的 经过了这些诸佛菩萨的加持 他在我们师父的那个 请我们师父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要准备了一只七尺的青竹 往后面往我们的后山走去 然后凭着它的感觉 它想把它青竹插在哪里 这样的话自然它插不到大概不到一尺吧 那个水就这样涌上来了 和天的特色就是我们的水质 它是有经过合乎我们的身影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试试看这些身影 可以 也是可以 这么神奇 对 刚刚跟师父聊天的过程当中 是有人发现在整个和天大道院当中 每一个你看到的景象都有它的因缘故事 是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当初建庙为什么有这样的机缘 是因为师父在参加一个人家的破土 我们楼下有一个寺庙的破土 这个破土的因缘 师父来到了 看到很多的长者在那边 师父就想说 把机会把那个都给长者去担任就可以了 他就往后山来 结果那一部车子来到了我们 这座山的中古楼的旁边 忽然间车子不动了 就抛锚了 抛锚了也 但是前几天才维修好的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呢 结果师父就往山上 往那个东边的那个看去 有一条的青龙 就这样随着这个天空这样飞 师父请旁边的人看的时候 哇 那个景象已经没有了 就只有他看到 这个大概发生在民国几年的时候 这大概在七十四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距离现在也将近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三十五六年 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刚开始在这里建庙 是从一个小小的方圆地 然后慢慢地扩建 当初是只是带一个铁皮屋 然后从现在的弥勒大伯 那个位置开始建的 对 我们刚刚呢 听到了师父介绍的故事 我们就会知道 其实每一个开疆辟土 都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有一个因缘具足下 来到了这个地方 现在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的主殿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特色 来跟我们的脸书朋友做一个介绍 好 现在呢 进来我们的主殿 当然我们要来看看我们的主神 到底是哪位神尊 好 师父可以帮我们简单地做一下介绍吗 我们的主神是那个米勒菩萨 对 对 所以这一点是我们的主殿 所以我们的中间是 以米勒菩萨为主 两边就是 一边是佛的 一边是道的 教主 佛道的教主跟道教的教主 这样子 来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场地非常的宽阔 那在这一个店里面呢 有一些特色文物 我们请师父帮我们做介绍 像呢 我们现在摄影机 摄影大哥的头上 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一盏 应该是全台湾最大的油灯 我们请师父来帮我们做一下介绍 这一盏油灯 就是进来 来我们和天大道院 应该有一段时日 当初大名宗师是想说 寺庙这么大 应该要有一个传统的这个灯具 在大殿里面 是这样的一面 这个灯看起来很精致 对 它是在大陆雕塑的 对 刚刚呢我们看到了油灯 应该是全台湾最大 那现在呢 我们看看这个主殿当中的两尊达摩 到底什么样的因缘忌讳下 来到了我们这一个和天大道院 那现在呢 就请师父来帮我们做一下介绍 这一对达摩祖师是一根张木头把它磕成两尊的 同一颗吗 同一颗 然后他的因缘是因为师父为了解决一个师姐他的困境 他刚好有这一对放在家里 他的债务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师父他就请师父说可以的话 可以把票期开长一点 然后让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而他们两位来到和天大道院 就是这样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一个两尊达摩不一样的特色 也有听到他们来到这里的因缘忌讳故事 那现在呢我们就离开主殿 我们来看看这间庙宇 还有哪里不一样 现在呢 师父来到了我们的后方 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全真总庙 到底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特色 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大名宗师来跟我们做介绍 我们的大名宗师说台语 这个是要切换频道一下 我们欢迎我们的大名宗师师父你好 你好 师父 好 师父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没有有不同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全真总庙 是来自我们社安 中国道教协会的理事长任华隆 提示的 所以在这当中 因为我们当初就是要建筑我们这个全真总庙 当然就是不可输意 为什么 因为我们高代就是来自要赢的 外面要赢的 外面要赢的 所以在目前的建物 应该对宗教 应该很难去发生 和看到 所以这点一就是 为什么 因为一个保育 里面的外面 八角 这就是康熙祝典 它记载 很分明 就是叫做床 一支王 和一支葱 这床就是一个宝屋 这个宝屋 经过我们去大陆天堂 去考证 它的拼 都几千年记载 就是他们过去奉帝 来在天堂 这个宝屋 这个宝屋 叫做床 所以我们这个全真总庙 就是床的建筑 现在我们就要邀请大陆宗屋 带我们来看这个全真总庙 不一样的地方 走 好 随便我们就来看 好 因为我们穿这条路 就是目前也很少见了 我们这个 刚才我说的全真总庙 这四个 你看去庙 庙 那是润华隆 他下 是 中国道教协会会长 因为庙 你要看 我们想像一间庙 全真总庙 庙的庙 有特殊 现在就是 他这些润华隆 他清新下的目标 所以我们这个全真总庙 差不多去到现在 多久的时间 99年 我们中国民国 99年 99年 9月 9点 开廟 师傅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看到这些庙 它整个都是园的 都园的 对 对 和这个 这个地面的尺座也要去的 嗯 对 看来这个庙 也很特变的 是整个都记住了 对 因为这是 八尊的副法 一庙叫做八大金刚 嗯 对 对 对 那我们这 我们这就是 你全尊总庙 全尊教主 就是王崇洋 他在开生一尊 是 对 那他 当然 我们 在道的方面 就是 还有三千嘛 三千德仲 对 三千德仲 那你 他的全尊开教主 是王崇洋 然后就是他的七尊 七尊 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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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排他的都会有一个 特色啦 嗯 所以咧 我们走到这个全尊总庙 不管你怎么看 你都会发现说 这个地方是没流去的 对 对 每天都没流去 那在旁边 旁边的中古楼 对 中古楼 那旁边的大堆 才可以去到楼殿 还是有能够找时间来跟我们基山 一个河天大道院来参观全尊总庙 好 我们现在就要去到一个镜店 来跟大家介绍到我们河天大道院 另外不一样的地方 嘿嘿 现在就要介绍到我们的大雄宝殿 给我们的叔父给我们上次介绍 好 好 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说 有关我们的大雄宝 是 我们的大雄宝是 真的也是以众不同 因为我们的大雄宝 没有用得半袋整 没有用得整 没有用整 对 所以咧 可以去考证 因为我们所有里面的壁 都用青刀酒 他来打山民酒店 所以 任务一切都没整 这个大雄宝里面 非常非常 你看我们 因为很温暖 你如果拔人 因为很厉害 这就是我们 目前 比较特殊的一个象征 像我们看到的外观 它的屋檐上面也很多统筆 对 对 造型 如同 以前 哪个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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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都是 五一大雄 一大雄 他们不可以 去呈现了这种象征 是吗 嗯 我们的头盔子头 来了解到 我们这个大雄宝殿 不一样的秩序 当然 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最后 也是买来出题目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 会送出我们的小礼物 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 河天大道院的全名 是什么 叔叔是不是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好 迷勒山 迷勒山 河天大道院 你听到喔 好像说一遍而已 你如果没看到的 你就要把影片回拉喔 记得在我们的影片下方 按赞 留言 分享 就有机会 可以抽到我们的小礼物 我们今天非常欢喜 来跟我们的 河天大道院邀请的 大名宗师 来给我们做分享 感谢 你今天的收看 拜拜 好 拜拜 今天的高雄好庙 带大家到了 奇山来参观这个 河天大道院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完全是宫廷式的建筑 来到这个地方呢 腹地广阔 我们可以看到 不一样的建筑容貌 让大家了解到 不一样的宗教文化 只要正确的回答 我们影片当中的问题 按赞 分享这支影片 要公开分享喔 就有机会 获得我们的 金美钥匙圈 想要了解更多 节目的资讯 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LINE 今天呢 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